OK兄弟们大家好 今天大炮继续给兄弟们来解说一下 天元祖别的一个金灰单调赛 魏洪峰跟暴龙哥哥打工人没有来嘛 就他们几个分段最高 好吧后面的话想匹配的话也匹配不到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比赛 两边的话前面两把比赛一胜一负 我们来看一下比赛的一个第三把比赛 两边都是特别的熟悉 看一下比赛的一个第三把 看一下两边的话有没有什么精彩的一个表现 魏洪峰这边的话属性的话应该是有加一点点敏捷 因为法宝这边的话也是没有带宁波仙斧 对面有带宁波仙斧可能也是敏坐起 没有观战方的人物单位快 比赛的话第四回合 就是打金灰单调赛都要穿这个锦衣对吧 穿这个锦衣的话打金灰单调赛的话有bug对吧 斗战胜服 对面的话 为了打魏洪峰的话没有出那种地府的小孩 出的是先进七发 地府的小孩法术残余比较高啊 物理看性会比较低一些 先进七发的话 就是先进七发这个东西血也多 看性也好 那这个魔凡准加先进七发的这个感觉就不一样了呀 他本身分身的话可以加20% 一个先进七发的话加20%不过分吧 等于说你平常只能够垫1000点血 有分身有先进七发能够垫1400 那第八回合给观察翻的小孩打一点 一点零元的话 观察翻小孩也 不太能够扛得住 我跟修特们说一下 打魏洪峰的话 宝宝一定要有高级神技 宝宝有高级神技 出一个先进七发之后呢 其实就可以按反应了 对面的话给观察翻的小孩来了一把凝子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个什么用意 我跟兄弟们解说一下 因为魏洪峰的小孩是一速 他一速小孩 他能够吸收对面的这个电 我们来看一下翻寸的这个金脉 翻寸的金脉的话 哪个金脉 我都忘记了 哪个金脉 就是这个金脉 就是第二个目标的法术凡育的话是不会起效 他的意思就是说我凝子你的宝宝 那你的宝宝 比其他的配速要慢 那对面的话点观察翻的魏洪峰点 那电不到第二个目标不是小孩 那观察翻的其他宝宝系法术凡育就没有用 懂了吧 所以说对面这一把打的也是比较有想法呀 不过观察翻的话给宝宝赌了一把刘云爵 刘云灵智都有 都是细节啊兄弟们 对面的话有限定激发 这个时候啊可以看到啊 宝宝的速度没有魏洪峰快了 第四回合出了一个宫地厅 我觉得宫地厅亲这个锥子宝宝会比亲小孩的性价比较高啊 给你还是选择亲小爱 没有选择亲这个锥子宝宝 天明激发 一电应该也差不多 小孩看下能不能神佑 小孩没有神佑 小孩没有神佑 那对面只需要加限定激发 点着魏洪峰电就行了 对面这一把的话肯定是要分身 这边出了一个引弓 对面的话没有 鬼眼的一个小孩 对面没有选择分身 选择把宝宝出起 看一下这个宝宝的话 有没有高级杆质 对面出了一把青色 那这一把的话加限定激发的话 垫得很痛啊 引弓应该是扛不住 这一垫的话最起码 垫引弓的话得垫个六千多点血 没有六千点血我吃死 垫其他的宝宝六千五 看见没有 对面没有鬼眼 我一直以为就是 老显得对面是地府的小孩 限定激发没有鬼眼 垫不到引弓 这个时候有限定激发 就垫得痛了呀 比赛的话 16回合 垫宝宝六千一 所以说小孩千万不能死 小孩一死之后的话 法不法术繁育的话 对于摩帆寸人来讲的话 没有什么意义 你看一下 这种先进激发的小孩 这个看性了 这么点血 打了两千五百点血 还有血 对面的话 出了一个 引弓凝终鸟 要压观战犯的一个人物单位 这个时候 卫红凤就不太好打了呀 宝宝被清掉之后的话 打不了鬼眼 对面人物自己打鬼眼 这个时候垫宝宝 五千四 观战犯一刀还砍不死 对面的一个引弓 三回合都不一定能够砍得死 选择宝宝 抓了一个 零三法图 对面引弓可以打这个零三法图 这个宝宝就属于法术繁育高 物理看性地 对面的引弓可以敲一下 观战犯的右边 观战犯的话不给机会 或许 宝宝有神用 对面应该是出了一个利劈 但是暴龙哥哥这利劈没有瞬机啊 看一下是不是利劈啊 他这个宝宝应该是利魄啊 应该是利魄 打净环弹就在的话 宝宝要搞瞬机啊 对吧 他这种高鬼魂的宝宝一定要是瞬机 利魄没有用 瞬机高鬼魂 而且要是高速 就是你拉出来砍一刀 下一回合劈一刀 对吧 劈一刀死完之后的话 五回合之后 起来之后的话又砍一刀 他这种宝宝速度慢 只是说利地府的爆发力没有那么强 就是你碰一个就是 伤害稍微高一点的门牌 可能说是凌波城啊 斯托岭啊 那这个利劈的话都不一定能够出手 高 不能出手 高鬼魂就等于说没有用 比赛的话24回合 下一集的话给就能解说最后一把